娱乐独流,明星路上的文化碰撞 第一章,穿越平行世界 张亦凡,一名普通的地球青年,从小梦想成为大明星,但在现实世界中,他的天赋和机遇都显得有些平庸 某天,他偶然间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古老的书籍,书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平行世界的传说 好奇心驱使他翻开书页,突然一道强光闪过,张亦凡失去了知觉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科技水平与地球相仿 但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 在这个世界,娱乐圈的文化与地球截然不同,这让张亦凡感到既兴奋又充满挑战 第二章,文化宝藏的力量 张亦凡很快意识到,地球上的音乐、电影、文学等文化宝藏在这个平行世界中完全是未知的领域 凭借着记忆中的这些文化瑰宝,他决定在这个世界闯出一片天 张亦凡首先将地球上的经典歌曲重新编曲演唱,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 这些歌曲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无数网友对他的新颖风格惊叹不已,称他为娱乐圈的一股毒瘤 因为他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个世界的审美和传统 然而,张亦凡却自诩为清流,认为自己是在用真正的文化精华冲击和进化这个世界的娱乐圈 第三章,与大作家的撕逼 随着名气的增长,张亦凡的言论和作品开始受到主流文学圈的关注和批评 某天,一位名叫李天宇的大作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张亦凡,认为他的作品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 张亦凡毫不示弱,直接在节目上反击,称李天宇的作品过于保守,缺乏创新,无法引领时代的潮流 这场撕逼事件迅速引爆了网络,双方粉丝各执一词,展开激烈辩论 最终,张亦凡凭借自己对地球经典文学的深厚理解,在一场公开辩论中大获全胜 让李天宇心服口服,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方向 第四章,脚踩人气小鲜肉 张亦凡的崛起让不少娱乐圈的明星感到威胁,尤其是那些依靠颜值和流量的小鲜肉们 其中一位名叫凌晨的小鲜肉,在一次综艺节目中暗示张亦凡的成功指示文化抄袭 缺乏真正的创造力 张亦凡决定用行动来回应这些质疑 他在接下来的一场音乐比赛中,现场演唱了自己改编的地球经典摇滚乐曲 以激情澎湃的表演征服了全场观众 凌晨的粉丝在对比之后,纷纷转投张亦凡的阵营 第五章,多元化的传奇之路 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张亦凡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巨大成功 还开始涉足电影、文学等多个领域 他将地球上的经典电影剧本改编成平行世界的作品 并亲自担任导演和主演 这些电影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张亦凡还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 这些小说融合了地球的文学精华和平航世界的文化背景 内容新颖独特,深受读者喜爱 他的作品被誉为文化的桥梁 让两个世界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 第六章,面对挑战、勇往直前 然而,张亦凡的成功也引来了不少敌对势力的妒忌和打压 某些保守势力联合起来 试图封杀张亦凡的作品 阻止他的文化输出 但张亦凡并未因此退缩 他坚持自己的信念 继续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 张亦凡还组建了一支创作团队 专门研究和改编地球上的优秀文化作品 并积极培养新一代的文艺人才 他相信只有不断创新和进步 才能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娱乐圈 第七章,大明星的诞生 经过数年的努力 张亦凡终于成为了平行世界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他的名字成为了创新和变革的象征 他的成功不仅改变了娱乐圈的生态 也让更多人认识到文化碰撞的美妙和价值 张亦凡站在演唱会的舞台上 望着台下万千观众 心中充满了感慨 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 那个来自地球的普通青年 所无法契及的梦想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成为了真正的明星 并且将这份荣耀和责任牢牢地握在手中 在这个平行世界 张亦凡的传奇之路仍在继续 他将用更多的地球文化宝藏 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在这边请不吝点赞助